大家好,咱们再接下来讲一下怎样去监控一个服务的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监控这个服务状态的话,一般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做成一个System的一个级别的服务 然后我们这边才能去监控得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前面的话,已经定义了一个DogSSH和Arsense Looked Loged,Arsense Loged,然后两个服务,我们可以先来检查一下 我们在那个NOT的节点上面,然后进行监控的,我们来去看一下它的值 NOT,S,CATO,System,SYS 大家可以看到,然后这就是我们监控的一个,三个服务的一个状态 一个是Dog,一个是Arsense,Arsense Sitlog 然后的话,应该还有一个SSH SSH,SSH的话这里是,嗯,没有监控吗 我们来看一下啊,Dog,Arsense,Dog,SSH SSH,SSH的话我们这里是那个没有监控到 没有监控到的话,我们去看一下我们那个参数 嗯,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文件吧,直接看,中间的可以看到 然后,是一个 好,我们直接写到参数里面去了 嗯,这个我忘记了 嗯,这个我忘记了,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嗯,可以试到 我们来看这个写的这个参数 嗯,SSH SSH,SSH应该是监控的到达 我们来看一下啊 试试名字,然后写的不对 大家看到应该是SSHD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是,那个,嗯,写的,然后少了一个D 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去改,改正一下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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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ll一下 然后17,17727 大家看到应该是没有了 嗯, 然后History 然后我们这里再去那个咨询一下,呃,咨询,咨询的话呢,我们,嗯,做了一个改进 嗯, 嗯, 做了一个什么改进呢? 我们这边是,嗯,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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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老师的程序把终端关掉的话 它这个NodePOD 就是NodeActPOD 然后会自动断掉 所以说这时候的话 我做了一个改进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给大家放到这个 放到这里面去了 大家看到 然后可以使用一个NodeHub的名领 然后这样的话可以保证 然后我们启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中端完 然后启动完这个命令之后 然后我们把终端关掉 这一条命令 这个程序也不会终止掉 所以说后面的话 我们把所有的信息 然后输出信息都输出到 这个文件下面 这个文件里面 这也就是说2-add1 大家应该都比较了解了 然后都是把所有的错误信息 和正常的信息 全部输出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然后的话 这个都是一个后台运行 所以说我们就直接使用 这样一条命令 哦 这个命令还没改 我这里都给大家改一下 这个sgd xg 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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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服务 看一下 看着比较乱 现在AUX 然后的话现在都已经起来了 然后的话我们另外两个也是一样 我们不都把它去修改一下 大家看到然后也是这个程序在运行 我们把它Q了Q-9 然后1842 我们这边也是根据然后这一条 这个一条命令然后来起一下 然后这个也是 因为之前那个我跟大家说 有可能说以后要那个这个到节点 有可能要运动运动到Q80里面 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 我说你可能不用去管这条命令 但是的话呢 后来我仔细想一下 有可能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去监控的时候 不一定非得一定要监控Q80里面的 有可能还会监控到然后问那个外部节点的 这时候的话呢 你可能就需要去考虑这个 这条命令是说能长期的运行了 好了我们这里也写一下 好我们现在然后应该是三个节点 同时又重新运行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看一下它的状态 NodeSystem 这个不对吗 再来看一下 系统用你的单元状态 这个应该是上面这个 大家看到 然后现在的话应该是有了 Doc Async Ssad 大家看到 是不是Ssad也已经监控了 现在的话我们已经监控了 然后三个服务了 三个服务都在监控 然后的话呢 我们要直查询 然后一个Doc服务的话呢 我们这时候都使用一个过滤条件 然后就是一个指定一个标签 把这个标签拿出来 然后把这个标签拿出来 大家看到 现在的话都是一个 只有一个Doc服务的一个状态 Doc服务状态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一个节点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几个 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关注的是哪一个呢 我们关注的是一个Active Active的话就是说 我们当前的一个活动状态 或者是说活动 活动的话呢 它就是一个代表是一个一 那个代表是一个正值 一个出的一个状态 可以把它解释为 说到那个 或者是我们盘到那个活动状态的话呢 后面再加一个 一个标签 来看一下 再加一个 然后各个标签之间 那个是不都好 然后进行分开的 来看一下 现在的话就是 那个可以去查询 然后三个节点的一个 活动状态 是说在活动 那个是说是活动的 然后你假如说是那个0的话呢 它肯定就是一个 也就是说我们的服务已经停止了 没有再运行 是不活动的 然后的话我们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这边是 返回一个当前服务的一个状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name是说全等一一 这个的话就是 或许当前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看一下 因为现在都是活动的 假如说你看 我们现在把它去停掉一个 现在Dock 我们把这个里面 那个Docker已经停掉 不要停Docker吧 停Docker的话 我们的一个容器 也会停掉 因为我们停Docker的话 这里面的这个容器 肯定也会停掉的 停掉的话 应该都是不会自动启动的 不过也没关系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监控的话 也没使用 那一个监控指标 而是使用了一个 NodeExporter 然后就用监控的 哦呀 复制要不好复制 你看一个空白字符还不行 这里面那个字符 应该是又出了问题 大家看看 有的时候复制的话 这个字符会出现问题 所以说 尽量有的时候 大家不要去直接复制 然后的话 直接使用它去敲上去 然后大家看到 然后这是三个状态 三个都是Active Active的话 我现在把我们这个上面 那个Docker 然后进行停止掉 到76上面的 这时候大家看 稍等了 应该是还没有 翻新过来 大家看到 这个里面是不是已经变掉了 到76上面 到76上面 然后去监控的 然后一应Active 这是不活动的 活动状态 这个可以看到它当前的一个状态 我们跟那个Active 然后是一个活动状态 好 这是一个监控我们的服务状态 然后的话 我们下面看一个 一个Up Matrix值 Up Matrix值 这个值是什么呢 这个值是监控我们的一个节点 是否是正常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个应该是在最后一个Up 一个弹度的一个Up值 大家看到 然后这个是监控的什么 这个监控的是我们的一个 节点的一个状态 Up值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176 174上面监控了一个 我们一个Node节点的一个Up值 就是说 这个Node的节点是什么 Node的节点是 这个是指的是 我们这个节点 这几点是否是正常 这一个状态是否是Up 然后的话 还有哪些 还有一个Paramers 然后还有一个Docker 从这里面的话呢 也可以去监控我们的一个 那个一个服务的状态 好 那个 关于那个 然后我们的一个 监控一个服务状态的话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